新冠肺炎的传播是通过呼吸道传播 以及飞沫来进行传播 所以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 能不能去看牙 看牙是否安全 会不会因为看牙而被传染 成为了很多人都非常顾虑的一个问题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为您请到的是来自慈济医疗基金会的 牙科主任彭雅文医师 彭医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我是彭主任 我是在慈济为大家服务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里 为大家解答一些问题 是的 彭医生 关于在疫情期间 看牙科的安全问题 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就想请教您一下 在疫情期间 牙科诊所是否是正常营业的 那么他们是不是只接受急诊的病人呢 这个非常好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美国这边 这个三月的时候 差不多三月中三月底的时候 很多地方就因为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很多的公司行号都被强迫要停止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牙科那时候也有被建议 就是除非是急诊的病人 如果说牙科可以就是限制一般普通的 例如说是检查或者是洗牙 或者甚至一些普通的补牙 他们都会建议说 如果除非是紧急状况 可以先暂缓 然后等到疫情稍微控制比较好 大家比较可以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有一部分的时间 牙科其实并不是能够看这么多的病人 那也有 有些诊所其实是完全的关闭 那像实际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概也是关闭了 差不多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直到最近疫情比较节款了以后 我们才有开始在新的来接触 在搜寻来开始看病人 那请教一下彭医生 平时我们知道去看牙科诊所 大部分人是打电话预约 但是也有小部分人是walking的形式 也就是说临时出现问题 没有预约就进入到诊所 那么在诊所方便的情况下 还是会给这部分病人来安排就诊的 那么我们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诊所看牙科医生 是不是所有的病患都是需要先预约才可以看病呢 是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其实现在不管是牙科或是其他一般的西医 很多大部分人都会希望能够病人可以先预约 最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用这个样子的机制 来控制说到底有多少人来进入这个诊间里面 因为人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多就比较不容易能够让大家有所谓的这个社交的距离 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假设有人有可能感染 那没有被检测到的话那可能就容易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那所以大部分的医疗单位都会希望能够病人可以先告知 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能够要来的话 即使是急诊的状况 他们也希望病人可以先告知 那他们可以跟病人讲说 大概什么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时间人比较少 对您的话会比较健康 如果您真的遭受了 因为像牙科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职业的一个科现在 因为我们是希望大家把口罩拿掉 我们才有办法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是暴露病人在这个空气中 假设如果说这环境上面没有办法受到控制的话 那病人就比较容易会受到感染 所以如果病人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建议病人就是可以 至少可以打个电话 然后确定说大概什么时间会比较方便 那我们也会尽量能够配合 如果说不是说很紧急的状况的话 会请病人就是可以稍微等一阵子 然后等到我们看说 例如说诊间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再接 那如果真的是很紧急 比如说病人就是牙痛实在不能等 那我们也会问病人说 如果您需要的话 假设是一定要进来 还是说我们可以就像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用网路上面来看 那我们用网路上来看诊 至少先帮病人去确定说 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进来看 那可以减少病人这个被感染的情形 是的彭医生 那既然您看很多病人有这样的担心 担心就像您说的 我去看牙科的时候需要把口罩拿掉 直接把口腔暴露在外面 会很害怕 那么是不是牙科诊所会要求所有的病患 在进入这个牙科诊室之前来提供一些证明 证明自己是没有病的 我想可能简单的体温的检测已经不行了 是不是需要病人提供来 来提供这个核酸检测的报告 证明我是核酸检测阴性 我才可以来看病的 是这个核酸检测是一个对大部分病人来讲 是一个需要了解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测 那还好是因为大家都可以很体谅说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其实也知道说 如果说今天要避免被传染 那就是希望这个环境能够是干净的 所以很多的诊所其实会建议大家 如果说要进来 能够可以的话去做核酸检测 那要知道是说核酸检测 它这个测试其实是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所以说测试完了以后 它是会过期的 那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 当您例如说您有约诊的话 要再靠近您这个看病的那个日期附近 再去做这个检测 那因为这个病毒 它本身是用空气里面 拖曳飞沫在传染 所以检测完了以后 我们会建议病人尽量就在家里 然后不要去有拒绝的地方 然后戴口罩常洗手 那避免说自己在检测完以后 到拿到检测的结果这个中间 或是去看病之前 又有这个机会再被传染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彭医生 我们这个新冠疫情 是不是对平时牙科的看诊 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在普通的看诊过程当中 比如说以前我们会使用一些电动的工具 比如说那个水枪 电动的水枪 还有那些钻头 像这些东西我们在新冠期间看病 都还会正常使用吗 还是其实我们已经采用别的方法来做了呢 是是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们也常常需要跟病人解释 就是我们现在的确是有做一些 不同的方法来帮助病人来解决问题 那包括说这个使用这个不同的工具 或是器械 我们会看因为有些病人 例如说他进来 然后他可能是紧急 他没有办法马上去做这个新冠检测 但是他又必须要马上来看 因为他这个有这个病痛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得用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产生一些飞沫啊 或产生一些喷水的这个过程 那就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个感染的机会 那所以像这种机会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减少 那当然是这为什么就起到 连接到刚刚我们问的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病人要去做检测 因为做检测以后的确就是 至少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使用这些工具 或器械的话 他病人至少是这个没有疾病的 或者是疾病的可能性是低的 那再加上我们其他一些配套措施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感染的可能性 其实彭医生 我想您一定听说过 在这个新冠疫情大流行 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武汉其实是有眼科的医生 被病患传染的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作为牙科来说 您觉得像这种疾病 就是医护人员被传染的这个可能性 是不是也是蛮高的 是是是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我想那时候美国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常常听到 这个有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办法拿到 这个足够的保护的措施 那例如说我听到 像有些医护人员 他们一个礼拜用同一个口罩 因为那时候非常的欠缺 所以真的是有医护人员 其实得到病 甚至有医护人员 后来是因此而去世 所以这是让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地方 那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帮助医护人 所以其实实际在这方面 我们也有就是有捐献这些防护的工具 来帮助这些医护人员 特别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在急诊的 在呼吸室的 那在牙科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讲到说 我们是需要病人把这个口罩拿掉 所以是我们是直接面对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的确是 我们的用的防护是比以前还要再更加一步 因为其实牙科从以前开始 我们就一直蛮注重说怎么样保护自己 因为我们毕竟跟病人面对面 距离上也很近 然后接触的部分又是呼吸道的部分 那呼吸道常常有很多 最简单的就是流感 所以很多医护人常常有时候 病人生病只要是流感季节 医生也会跟着生病 那所以我们从以前就很注意到说 要戴口罩啊 用常洗手 然后要戴手套 那现在的话更加近 就是如果说我们口罩甚至有 更防护强的口罩的话 我们甚至会戴一层戴两层 然后那我们还会戴下其他的一些 配套措施 例如说有些眼镜的也有在戴 然后或是一些面罩也有在戴 那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说 我们自己保持健康保持干净 那我们照顾的病人也不会因为我们而生病 非常好 婆医生那也要请教您一下 在除了刚刚您提到的 希望病人能够做一个核酸检测以外 您觉得来看牙科之前 最好病人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可以帮助您就是这个工作能够开展的更顺利更好呢 是是是是 那我想这个如果说病人这个有去做核酸检测 就是要记得自己做完检测了以后 因为这个病毒的它的传染 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去预测 它是怎么样传染的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要记得一定 在户外 或者是在家里 在室内 特别是在室内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戴着口罩 然后那吃饭的时候 要小心就是跟别人的距离之间 不要靠得太近 然后常洗手 那这样子的话 您的那个检测出来的结果 才会能够真实的反映说您身体的状况 不然的话 假设您在检测完了以后 因为现在大概差不多24小时到72小时 两三天之内检测结果就会出来 那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之内 大家要特别小心 就是不要再受到感染 那其他的事情的话 其实就相信一下 那就记得 如果说自己有任何的状况 例如说身体状况有变化 觉得有发烧 不舒服 咳嗽 或者是甚至拉肚子 就是一些我们常见的 就是可能是新冠 互相之间有类似的情形的时候 记得马上要跟您的这个医护人员讲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才有办法可以帮您 就是在 看是要再帮您再介绍 其他的医生来帮您检查 或者是说他可以帮您就是找一个 赶快再找一个下一个时间 这样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检查 才不会再被delay到 没错 那柏医生您看像现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 会不会建议一些慢性病的病人 比如说不是那么紧急的 像是植牙之类的病人 您会建议他晚一点再来 等到疫情的情况趋缓了再来看牙科 您的建议会怎么样 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的实际 因为其实如果说真的不是很紧急 我们的确是会这样子建议病人 就是说请病人自己叫衡量 到底是这个看牙齿这个去洗牙 现在重要了 还是说这个您的健康重要 那特别是我们有问病人 如果您要来看 还要去做新冠检测 新冠检测也不是很舒服 那当然是我知道 现在有新的不同的检测 一直要再出来 那我们也一直在看说 有没有能够更方便的检测 帮助病人 那如果说到那个时候之前 如果病人真的有需要进来 目前现在的检测 其实还是不是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过程 再加上它的结果 并不是马上就出来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是说 您自己还要再关闭个两三天 到您可以去看病 所以其实会造成一些不方便 那在这些种种这些因素考量下 这时候病人就要想一想 OK我到底是要去现在去看勒 还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等一阵子 可能之后有更方便的检测方法 或是之后可能这个疫情就比较缓和下来以后 那我去看病也比较安心 那当然是说如果病人有紧急需要 那我们也是会鼓励病人就是不要等 该来看还是要来看 因为有些东西像我们有时候有些病人 他们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真的来看的时候 本来是小小的一个问题 结果变得是一个大问题 那现在不只是这个可能牙齿不健康了 然后自己也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精神 那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会建议别人就说 能够的话不要等 那网路现在也是非常的发达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方法 如果真的觉得不是很放心 我们也可以用网路的方法 至少先帮病人看看 帮他做个决定说 依我看起来您这个情形可以等 或是不能等 那这样子的话 病人可以做一个比较educated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 彭医生 根据您的经验来看 现在看牙医 是不是需要预留更多的时间 是不是就是说 每个病人等待的时间 会比平时要更长一点 所以从病人的角度来说 可能提前来预约 多预留一些时间会更好一些 是 这个问题就 我们就要讲到说 我们一般如果说病患 他们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话 会让这个治疗的诊间 稍微不要去使用它 大概一阵子 需要一点时间 让它这个诊间 整个空气里面能够换行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很多的诊所 他们都有放一些空气清净剂 在诊间里面 那大概这个空气清净剂 它有一个循环的一个时间 不管是10分钟15分钟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等那个时间 那让他就是确定说 这个病人 例如说之前这个病人 不管说是我们已经确定没有病 但是他可能有其他的病 不一定是新冠疾病 假设例如说 他可能是有流感 或者是其他疾病 那但是用这个时间 等待的时间 我们可以让这个肥沫稍微沉淀下来 空气稍微在清净以后 那再换下一个病人进来 对下一个病人来讲也是健康的 那我们在约诊上面 现在就像您开始问说 是不是需要来打电话预约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提醒病人 就说OK 您约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现在因为 大家需要有这个一点空间 这病人跟病人之间 需要留一点时间 那所以可能会没有办法 预约那么多病人的话 那这个时间预留保留给您 那希望您这个时间一定要来 那我们现在可能 病人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约时间好像比较困难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约那么多的病人一次 以前可能可以一次约个三四个病人 那现在可能我们自己医生 我们都不敢说 从一个病人到另外一个病人 再回来看这个同一个病人 我们会把这个病菌 从一个带到另外一个 所以我们会留在一个地方 然后看完才去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在做改变 那也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环境的干净 也能够帮助病人 能够维持健康 彭医师您看 其实很多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 其实跟疫情发生以来 大家都要待在家里 或者说对这个病情 非常的担心 非常害怕 所以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有些人呢 就靠吃吃喝喝来抵抗这个压力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知道 因为我了解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是因为疫情这个 整个改变了社会的形态 大家的日常生活 所以呢 有一点点的抑郁 所以呢 他只能靠吃来发泄 他内心的这种情绪 那相对应的 因为你吃了 可能就不太注意 这个口腔的保健 所以就会造成牙科的问题 那么您作为牙科方面的专家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让大家能更好的在疫情期间 让自己的口腔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谢谢 这个事情是 我觉得很好 大家有可以的话可以注意到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 很多人有注意到 是有很多人在这个疫情之间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社交方面 比较没有像以前这么丰富 所以这个心理上面 可能有些事情不容易发泄出来 结果呢 就发现有很多人 这个牙齿容易断掉 裂掉 可能是因为压力大 就有点就是把牙齿紧咬 那这个倒是 有越来越多牙医师 有在注意到这个现象 那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就大家关在家里 关久了的确是容易生病 那我们也同样看到这个 好像它的副作用开始在产生 在身体的其他地方 那有些人可能 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 可能就是靠着吃东西啊 看电视啊 就是来抒发一下自己心情上面的一个因 那其实哦 牙齿的保健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大家每天都是这样 用这个牙齿来吃东西 所以牙齿它要健康 你才能吃得好 那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健康 很简单 那吃了以后如果可以的话 漱口 把嘴巴里面漱干净 那这样就会减少这个食物的残渣 或者是减少一些病菌 口腔里面的病就在里面置身 那可以的话 每天早晚吃完饭以后 然后刷牙 然后不要刷完了以后再继续吃 稍微保留一点时间 让牙齿有休息的时间 那尽量的话 均衡的饮食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每一个都吃 吃完了以后的话 这样子的话 心情也比较高兴 不要觉得自己压力那么大 那么对牙齿也比较健康 不会被咬破 没错 彭医生我要请教您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很多的其他科的医生 其实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是采用远程医疗的形式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通过这个Zoom Meeting的形式 来面对面的来问诊 我不知道彭医生 牙科用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不太实际 也就是说牙科 其实还是必须要进到诊室 来就诊是最好的方法 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很多人都在问说 那这个牙科要怎么样子来 upgrade到这个 有这个internet的这个帮助 那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其实我们 有些病患 例如说年长的病人 或是年纪比较轻的病人 那他们其实是不太适合 离开家里 因为他们如果真的生病 或是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身体本身有些慢性疾病 其实他们如果真的是得到新冠的话 他们的副作用很大 那死亡率也比较高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担心他们出来看病 那像这个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帮他们 例如说请他们在家里 跟我们用这个电脑 假设他们的家里面有人会使用来帮忙他们 然后拿着 然后用个这个手电筒 帮我们照一照 至少我们看一看 大概用眼睛看看就可以知道说 OK这个问题可能是 例如说我们看得到这个牙齿上有个注动 那我们就知道OK 那这个病人可能真的要需要进 那如果说例如说他牙齿破掉 或者是牙齿断掉 这个东西我们这样看也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先帮病人可以了解说 他的这个情形严重度到什么程度 那大概可以给他一个解释说 OK像这个情形 例如说可能我们要先开消炎止痛药 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做 那再帮他约时间 那这样也给他有一点时间去做这个新冠检测 假设他有需要进来做一些步骤 他可能是必须要做这个治疗 那在这个方面 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对病人来讲是方便很多 因为当他进来的时候 他看诊 那我们也比较知道说他到底为什么要进来 我们帮他约时间也可以约得比较正确 那病人在进来的时候 他也比较能够跟医生上比较好沟通 因为他之前已经有受到这方面的教育 那再来是年纪比较小 病人通常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话 大概他们也能够比较容易被指导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 其实帮助到蛮多的病人就是知道说 我其实是不是要现在马上进来 还是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那如果真的进来是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事先先解释给他 那之后的话 病人对我们沟通上面来讲 我们发现有帮助很多 这样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所以说这个疫情很大程度上来说 改变了大家平时的生活方式 社交方式 但是也对很多东西的变化和革新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 包括医疗方面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肯定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出现的 非常感谢彭一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